Hello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new一下 我是林慧榮 今天是24節氣當中的小暑 各地高溫都超過了36度 感覺上是非常的炎熱 但是也有一個颱風正在接近當中 這是浣熊颱風 現在已經增強為強烈颱風了 並且預估會往日本琉球 沖繩直撲 那麼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航班的起降了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墾丁國家公園各個海域的浪高超過一公尺 為了維護安全是全面禁止遊客細水游泳的 另外包括了南投地區 嘉義 高雄以及台東山區 屏東以及恒春半島是有局部大雨的 還要注意雷吉以及強震風 台北市圓山兒童樂園是許多大小朋友的共同記憶 營運80年來現在終於要退休了 圓山兒童樂園可以說是最早的公營的兒童樂園 來看到包括了摩天輪 碰碰車 還有旋轉木馬都是大熱門 如今即將要走入歷史了 讓很多資深員工都非常捨不得 有沒有試過換個角度看世界呢 特別是看煙火的時候 美國就有一位民眾特別是利用無人飛機 架設攝影機來拍攝高空中的煙火 炫爛的煙火就在眼前炸開 無人飛機還可以飛進煙火當中 清楚看見煙火團團圍繞的美景非常壯觀 營居焦點來看到天后阿妹新專輯苦凹三年才出來 新歌MV也是費盡心思拍攝的 運用一鏡到底的巧思 但沒有想到卻被網友痛批太省錢了 畫面全都只拍到臉 有人說連續看四分鐘覺得好膩 持續來關注世界盃足球賽事 四強已經出爐了 不只是歐洲南美洲對決的傳統局面 更是世界盃兩組性感加傲的魅力大對決 世界盃足球賽進入最後四強的階段 球迷熬夜看球賽 居然會導致耳朵突然失去了聽力 就有一名28歲的女性朋友 她最近一個月下來幾乎是天天熬夜來看比賽 不但導致感冒 還有一邊的耳朵聽不到 就醫之後才曉得原來是病毒侵犯內耳神經 導致突發性的失聰 好 每週一到禮拜四 這要怎麼做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先進的科技小物 像是出門在外用的筆電 最怕的就是沒有地方可以充電了 不過現在也有廠商推出 可以充筆電的行動電源 還有一款神奇燈泡 不只能夠用手機的APP來控制定時開關 還可以調整成不同的顏色 來看到為超人氣韓劇演唱片頭曲跟片尾曲的林新陽 新專輯正式發行了 因為這個歌曲早就跟著韓劇熱播知名度也超高 而新專輯的發表會上 大陸的人氣小聲黃曉明還特別排開私人行程 專程來站台 新聞new一下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new一下來看到 很多小孩都很喜歡玩 衝進溜滑梯 但是在美國又發生 這樣的溜滑梯被吹到天上的意外了 從將近十層樓高的地方墜落 驚險的畫面剛好都被拍了下來 大陸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 帶起親子節目的風潮 而今年第二季也要開播了 收視率比起第一季成長120% 網路的討論度也超高 高達11億筆 遠遠超過世界盃的9億 榮登話題榜冠軍 四大滿貫之一的溫布頓網球公開賽 壓軸男單決賽來看到 是由塞爾維亞好手喬科維奇 迎戰瑞士名將費德勒 雙方敖戰五盤將近四個小時 最後喬科維奇奪冠 並且重回球王的寶座 而打進溫網混雙決賽的 台灣好手曾浩琴 雖然跟冠軍杯擦身而過 但是還是締造了台灣網壇的最佳記錄 今年統一師復古季 7月11號將在台南棒球場熱鬧登場 擁有25年歷史的統一師 除了穿著職棒元年球衣出賽 還找來金曲歌王 謝民又當作歌對歌 帶給球迷充滿濃濃的 台語風棒球之夜 好這首充滿拼勁的對歌 謝民又將在12號在棒球場公開演唱 並且以台語擔任當日的 比賽現場播報員 另外呢為了要感謝球迷的支持 那麼在復古季當天 可以堅持2013年前任何一年的這個統一師的主場球賽票根 或者是國立生日同一天都可以兌換相關的獎品 夏天玩三帖可能會熱翻 不過呢現在超流行的是海上三帖 從簡易的獨木舟一直到超high的風浪板 還有重型的帆船三種的設施 讓海上三帖玩得涼快又淋漓盡致 福建的平潭距離台灣很近 搭直航的海峽號 只有兩個半小時就可以抵達了 因為距離近的關係有不少台商進駐 平潭島上隨處都可以看到台灣人 甚至就連台灣的夜市也都被搬進平潭了 而現在靠經濟起家的平潭 即將要蓋一間全亞洲最大的私人博物館 裡頭要收藏包括乾隆白玉洗在內的一千件國寶級文物 將兩岸的交流從經濟提升到文化層面 更多精彩的內容都在新聞內一下 繼麵包師傅吳寶春之後呢 現在又有國人登上世界舞台 拿下了甜點王的寶座 這是知名的連鎖咖啡和麵包公司主廚陳立喆 用的是台灣香蕉還有鳳梨當材料 擊敗世界各國名廚 在全球甜點廚師大賽當中奪下冠軍 他每一天要花上15個小時練習 做31次才覺得滿意 終於奪得世界第一 現在法式下午茶有新花樣 有業者推出的是一套三飲的概念 讓消費者一次可以品嘗三種口味的果汁 再搭配蛋糕甜點 不僅在色彩上呈現五彩繽紛的感覺 口味上也有更多層次的變化 唱紅不少偶像劇主題曲的歌手 叮噹睽違兩年再度發片 同樣主打動人情歌 但這次他還特別砸下500萬 到西班牙取景拍攝MV 除了風景非常優美之外 叮噹還意外邂逅了男主角直說好害羞 上個月底在馬祖海域發現了沉默 114年的英國郵輪蘇布倫號 由於這艘船是從上海啟程的時間 就在八國聯軍的隔一年 船上是載滿了英軍從北京奪取的財寶 這樣的說法早就流傳百年之久 而馬祖當地的漁民多次試圖打撈 卻直到上個月中有一群潛水教練 打撈起部分的文物 到底船上還有沒有寶物呢 也成為各國矚目的焦點 去年落成的雲林谷坑鄉 張湖生態中小學 因為環境非常優美 成了假日的觀光名勝 但是有些遊客真的很缺德 垃圾四處亂丟還砸壞了籃球架 甚至把吉普車開進校園 就連排泄物都被塗在牆上 非常沒有功德心 廣告回來再回到新聞NEW下 歡迎回到NEW下的現場 來看到為了搶攻4G市場 台灣大廠華碩將發布支援 全頻段的4G Zenfone 5LTE 和旗艦機皇Petphone S 那麼週視新聞也將在今天 獨家拿到了這兩款手機 要為您實測 暑假來臨 賣入學生打工的高峰期 有兩成的企業增暑假公讀 人力銀行也統計 暑假公讀機會和正職人員一樣多 有高達9成的學生有打工的意願 雖然目前法定基本實薪只有115塊錢 但是有些學生實薪高達500到1000元 包括當起街頭藝人還有展場的Showgirl 以及補教的家教都是相當高薪的打工機會 再來看到台北高房價讓不少人苦哈哈 想要回到過去買房子就想要學都教授一樣 不過如果是回到宋代的話 購屋族恐怕也會大喊吃不消的 因為根據史料的研究就連大文豪 蘇東坡都買不起當時首都汴京的房子 那麼50歲之前都是租房子度日的 還有蘇東坡的弟弟蘇徹 以及大官歐陽修 通通都是無殼掛牛 好 現在的行銷也要與時俱進 有房仲業者想出代客看房的新章 那麼房仲是利用通訊軟體的視訊功能 帶國外的民眾看台灣房子 一邊視訊一邊介紹成功 還讓一名美國的客戶掏出5500萬 買下庭園住宅 一年可以劃出盛意的成交值 另外還有房仲也是不遑多讓 不在路上發傳單了 選擇透過網路行銷 自己拍上百步帶房子的 這個看影片的這個影片 目前呢它有八成的客戶 通通都是透過網路自己找上門來 中山高在清晨有一輛自小客車 擦撞到分隔島 橫停在道路上 車上有兩名乘客下車查看 疑似沒有放力警告標誌 被後方急駛而來的阿羅哈大客運追撞 兩個人當場慘死 其中一個人還被撞進阿羅哈的車子當中 再來看到中前的故事 南頭有一位農民 兩隻狗兒來幫忙看守果園 結果呢其中有一隻小黑犬 晚上呢發現竊賊奮不顧身發動攻擊 被小偷回砍數十刀 幾乎瞎眼 送衣縫了一百多針 使用智慧型手機 個人資料真的安全嗎 行政院消保處就針對Android系統 三款的手機公佈了治安報告 其中三星的Galaxy Note 3 有三項的問題 那麼HTC New One有四項 Sony的Xperia Z 更有六個資安的漏洞 雖然業者都已經推出更新的版本來改善 但是如果使用手機習慣不良的話 隱私權還是可能暴露在危險當中 好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還有什麼樣要注意的呢 很多人可能掃過這樣的QR Code 可是呢這是詐騙集團的新花招 平常在街上 或者是網路上看到廣告宣傳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QR Code 要提供給民眾使用智慧型手機掃描 但是呢看準這一點的詐騙集團 就仿冒起假的QR Code 要讓民眾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 掃描並且連接到網址 只要一觸發就表示呢 同意小額付費 甚至成了發送簡訊的平台 來看到有一名詐騙集團的車手 他居然霸占超商ATM 長達20分鐘的時間 而更誇張的是呢 他前前後後一共使用了31張的提款卡 每一張卡都只領100塊錢 那麼這個引起等候民眾的不滿 因此報警了 也意外讓她的身分曝光 因此被帶 一起來關心嘉義貪桐 許許的右手騎機可以動了 環球科技大席 有一名女大聲前往雲鈴斗六探視許許 當時許許看著家人玩拍手的遊戲 突然之間許許居居然可以跟大家一起玩耍 讓家人看得又驚又喜 許許的媽媽也趕緊將這段影片PO到網路上 和大家分享喜悅 通訊軟體LINE的使用率非常高 它的鐵圖也大受好評 自從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火紅之後 LINE的周邊商品人氣也大幅提升 在網路上引發討論的 還有來來踹貢哥相當的紅 那麼這名男子在路上 意識要切一台叫車不成 居然追了好幾百公尺之後 居然是惡意將車子停在叫車之前 擋車長達50秒鐘 還要求誠信男子下車踹貢 看到對方不理會 那麼就趴在對方的引擎蓋上 因為涉及強制罪甚至是恐嚇 已經被韓送法拜 有一名女大生為了愛 選擇到南部和男朋友一起來就讀 但是讀名校又高又帥的男朋友 卻在兩個人同居之後就露出本性 不但連出門綁不綁頭髮都要管 甚至因為女朋友不聽話 還出手打傷女朋友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 Niu一下 1900焦點搶先爆又傳出 摩西納帶路了嗎 老先生走失四天之後獲救 家人認為是被摩西納帶走的 還有來看到這個好可怕的爸爸 時速40公里行駛當中 讓小女孩只停停站在機車的後座 完全沒有保護的措施 我們來看到辣妹真的很好當嗎 小客車被撞 兩輛車經過之後都沒有人伸出援手 可是呢 當三名辣妹走下車 立刻有貨車司機前來幫忙 更多的新聞都在中式新聞全球報導